我们就在九兜行走进去 只是观众介绍我 是咸的 台山种有咸,有甜的吗? 也有甜的,我真是沽流寡闻 来,老板,6元 这种就好了 自己摘一摊,摘到多少就是你 你看,手丝鸡 鸡皮是铺在表面 弄得我都不舍得去拌散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又到我和老婆吃饭的好日子 今晚我们会去小北花圆附近 应援路里面 首先我们会逛逛市场 逛逛之后,我们应该会去一间 比较老字号的饭店 吃饭 话说明天已经是假期了 很多17宗的同学们 现在就放学享受她的游场假期了 这个中数是5点23分 我约了老婆在月秀公园门口等 我又迟到了 看来要走快点 我先走快点 走快点 话说今早直播时 我去月秀公园那边 即是是橡江山那边 我現在又來到月秀公園,應該叫北門 我們就在九兜行走進去 都是觀眾介紹我 這種是新家見的 但新家見都做到這麼有味道 很難得 既然觀眾帶過我來這裡 知道這裡熱鬧 我就帶過老婆進去 認屎認屁認一下 這裡很熱鬧 但市場未必會在這裡買東西 但走到應元路那邊 那邊的市場也熱鬧 我們先走到這裡 這裡的市場不是很大 沒有那邊那麼大 看到有潘滬河的蔬菜賣 這邊亦是如此 前面亦是瑜秀區風格的住宅樓 這裡賣冰鮮魚 這裡是廁製手絲雞 還有三部寶馬給小朋友騎 這邊亦是近期經常提及到的家裝電梯 為何這裡叫九兜行 觀眾告訴我 但我全部都忘記了 我會把資料放在下面寫給大家看 和今早直播的情景一樣 因為都是近瑜秀山 它有山,所以很多房屋建造時 不是很整齊的,不是一條直路 我們在這裡一直往左轉 就會回到應元路 去到應元路 我們是打算去紅橋街走的 那邊相對感覺上 比這裡更老一點 因為這裡地上全部都是翻身過的 即是北縣後面那邊 17宗 北縣中間那邊 黃沖邊那邊 我剛才走那邊過來 在這裡出去 一樣可以的 我們在這裡出去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會走到廣州足球球迷的勝地 就是百步梯 一直走上去看球 不過還是太陽神的年代 及後好像已經沒有用那裡 直到後面恆大 直到現在更加面運 我還記得最熱鬧的時候 說近現在 就是恆大剛開始掘起了 富力又有一起玩 球迷在那裡打架 然後好像紅色那邊還是藍色那邊 把對方那支旗放在地上 每個人走過一腳 嘩,很龍火若味 這裡是上不到的 不過都是越獸公園一部份 上去之前 不是,是這裡也有艷核酸的地方 剛才跟老婆說過 17宗那裡在門口又有一檔 我認識路 這裏一穿出去便是應援路 走吧,就這裏 好像在這裏口可入到洪橋街 這裏我們都想回去應援路 這裏附近特別多井 三眼井的由來 在我們面前便有三眼井 哇,今早我去過雙井街 找不到井 今天到唐曼便找到三眼井 三眼井裏面有很多草 看來應該是可以用的 看看它有甚麼由來 南宋時的高官 然後居於城北月秀山 開了萬壽寺 得罪了 得罪了? 這麼可憐? 真可憐 然後便來到這裏 吳申呀,任廣州之虎 話說直播完後便回到去 下了一場很大雨 我還沒出不來 不過下了一場雨的好處 就是涼爽了很多 現在只有二十七攝氏度 還說是小雨 不過我們回來應援路 見到竹溪多熱鬧 之前曾經有一次 好像是荒川疫情時 門口經過的 很冷清 但我們先進去買菜 買完菜才過來 決定是否在這裏吃 不錯呀,中溪家宴 希望我沒有記錯 我都沒有拿地圖出來看 我們會在這條小行走 在這裏彎曲曲往左轉 就會去到洪橋街市場 究竟那裏是否叫洪橋街市場 我都不得而知 因為見到街坊市民 就是這樣走過去 應該就是這條小行 我沒有記錯 我走過一次 好像在前面那個 手扶梯、樓梯級 可以落得到 但其實是一樣的 今早我在盤福路那裏 見到那些樓價 多少錢? 呃... 四萬多元一方 很舊的 就像這些房子那樣 有些更舊 因為應該要比這裏還要舊 那些房子四 不過是二入手 因為面積不大 一來八三方 你怎麼買呢? 這裏就越來越近市場了 我們從這裏進去 好嗎? 應該是從這裏進去 應該是從這裏進去 裏面很多東西看 那裏是從這裏進去 那裏是從這裏進去 那裏是從這裏賣菜 有一點像剛才九兜行的感覺 那裏的感覺 不要走著了 我們先看看樓價 地產中間 不知道是在哪裏 看看 52平方紅橋街 350萬 然後是小北路鶴位 月秀北路 71平方 468萬 嘩嘩嘩 不看不看 越看越害怕 走了這麼久 老婆都未有出手 確實又不算很多菜要買的 在這裏轉過去還有市場 我想食豉 四個半 是的 我想食豉 因為蹄子很多時候都會有的 很多品種 但是豉就真的是這個季節了 我們是油賣豉 賣京豉 又或者會叫水豉 通常那種 我們會叫雞心豉 至於我身後邊 大家亦都看見了 是吧 六蚊雞 四隻水豉 六蚊雞 是的 老闆 六蚊 六蚊 我顧著拍攝店舖 老婆已經走到前面了 我記得往前走 好像是會出回東風路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是嗎 對呀 多大棵榕樹 當然 外省 不知道廣州有多元 那些熱 你沒有棵樹不成功 死的 沒有用的 只有好看 但是不好用 嗯 一棵就頂光了 這個大棵榮 你沒有來的 你沒有聽過 單櫥 還沒聽過 不是嘛 單櫥 這裏還有一間小學 在這裏往左轉是可以去到小不路小學的一間分校 然後這裏還有一間舊屋我想帶老婆去看看 很舊很舊的那種 就是這裏了 我之前曾經來過一次 看看有沒有鎖住門 沒有啊 是不是這裏呢 我都不太記得了 嘩 多厲害 上面那些民國風的建築物很厲害 是一個小院來的 就是這裏了 那些樓梯全部都是民國風的 不過可惜就不太大 看完我們就回去了 你看上面還有這些瓦頂屋 瓦頂屋多厲害 這裏叫做天平環街 再來還有這檔 自家包的台山種 好東西啊 台山種有鹹有甜的嗎 也有甜的 我真是孤流寡聞 我都半個台山人 聽得出口音 台山種好吃啊 好吃啊 在這裏了 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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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 很棒啊 台山種 單桂里台山種 爸爸一聽那些口音 我都算是半個台山人 聽得出的 浪費力 我就懂得說自己的名字 我懂得說自己的名字 我叫阿Fee 來到這些收工時段 是否特別有味道呢 這些水果店的燈 挺漂亮的 我真的很喜歡來單桂里拍片 無他而已 真的畫面很漂亮 因為這裏的樹木極為茂盛 然後店鋪想做生意 當然是打好燈 好像剛才我們購買水池的檔 對 剛才行過幾檔都是 他們會打到這燈很漂亮 這燈一打得漂亮 就會集中 那些拍出來便好看 8元一盤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真是經濟實惠 打完之後 老闆再拿多一堆 拿單手拿多 起碼那裏五、六隻 做生意很老實 嗯 真的要去吃飯了 我們現在走出去 就已經是小北路來了 我們走回到應援路 突然又落點無無細雨 幸好這裏的榕樹夠多 多少榕樹 還勉強可以不用擔遮 如果沒有榕樹 那就糟糕了 跟老婆兩個下湯雞 去前邊吃飯 其實下雨是有好處的 近期都好像很久沒下過雨 下雨之後 空氣便清新一些 過幾天 上星期我們幾個星期出去的時候 拍到天空 都是看不到藍天白雲 廢話少說 前面就是我們要去吃飯的地方 竹溪家宴 我們又找到辣鬼了 又來到眼花遼亂獨餐牌時間 要吃雞 東江鹽焗雞 豉油雞都好吃 就是這個 45元半隻 東江鹽焗雞 豉油雞 青軟雞 都是45元半隻 肯定要 至於乳鴿 不知道它會不會 因為你不能蘸得這麼多特價菜 所以先拿著 如果可以 都要點魚鴿 又有小食 又有我最愛的麻辣牛肉 28元一份 不錯 下面這些就朝乎不必 我正準備選擇另外一道菜 竟然發現這裏還有茶屎 雖然應該沒有特價 但是有也好 我們喜歡喝茶的原因 就是可以多吃花款 尤其如果有夜茶更好 又點一下夜茶 又點一下小菜 最喜歡有酒 正正正 看看有什麼吃 夜茶時段由5點開始 中點最便宜9元 精點最貴23元 糯米雞 早期就吃不到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吃 又是三大隻 超點 你說從早期那裏比價錢 當然沒得比 沒可能 這裏裝修便宜很多 牛球也是超點21元 還有這個三拼 30元一飯 當我準備回去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 豆豉鯉魚排骨精陳尊粉 超點21元 一當煮食都不錯 每次又吃炒麵 吃那些衰好吃 總不能夠每次都吃 都不少好東西吃 三份拼在一起 雙軟拼燒買32元 桂花糕特點 紅豆雙皮奶 大點 倒是一些小菜 凍亭小牛爽豬手 這個比較特別 白唱魷魚仔 稍微貴一點 六十八元一飯 還有金銀酸 蒸聖瓜 還有鹹魚肚油蒸肉餅 正呀正呀 煮食都還有很多 這個厲害 東山少爺餅 小米糕 小米糕我都喜歡 還有村辣燒餅 至尊水牛奶撻 各種都很吸引 甚至乎連三文魚刺身也有 不過似乎沒有必要在這裏吃 又來到飯前果的時間 很脆呀 對呀很脆呀 而且沒有渣 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吃這個 我們很怕它裡面 有整口渣的 爽口 以前都是吃冬棗 你吃小的那邊 這隻好像比上星期買的 貴多五毛錢的 但地段不同的 上星期是哪裏 死了我都忘記了 三角市 三角市 差不多 嗯 嗯 一樣這麼清甜 因為它再熟過上星期 所以就更多汁 通常到天氣冷就沒有了 冬天才有嗎 但好像很冷 好 我慢慢吃完水豉 等吃鹽焗雞 哇 好有心思呀 你看 手撕雞 那些雞皮是鋪在表面的 搞到我都不捨得去拌散它 這裏有少量花生 花生下邊 又上菜 快到 這個是雙拼 這裏上菜真是超快 對 對 兜湯又來了 好像 快到 厲害 厲害 更快 比去麥光爐吃飯 吃漢堡包 這道菜 這個叫做果汁豬扒拼脆奶 這個叫做果汁豬扒拼 這個叫做果汁豬扒拼 這個經濟是15元一份 就是一份湯來的 一份湯來的 苦瓜湯來的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招牌菜鹽焗雞 45元特價 我老婆說今天中午她喝了湯 這碗湯就我一人獨享了 嘗嘗嘗嘗 看看湯清不清 OK清了 別人說 喝苦瓜湯降血糖好 他們這裡是這樣的 雞是特價 但是必須要搏一個正價菜 我們決定要了這個果汁豬扒拼 有兩味 而且她是一個女兒 很喜歡吃這個炸牛奶 等一會拿回去 她就可以慢慢享受 老婆在試這個 我就繼續喝湯 Sut弄先 嘗這個湯很熱 要先ienced 我要先噴出來 бы喝 否則購不舒服 又是什麼 這種植形的都是橢圓的 到時兒會不涼 很易很滑 請先一些苦瓜 嘗嘗嘗喔 喝湯 味道很浓 有干瑶柱 試一件苦瓜 湯浸得足夠 苦瓜通常不夠火候 都會爽口 我喜歡吃爽口苦瓜 老婆說得對 不太脆 你還配上瘦肉 又清熱又降血糖 還有肉粥 這個應該是肉粥 我慢慢喝完湯 嘗嘗酒 還有少許 豆腐讓人喝 接下来 嘗嘗雞皮 做粒花生 下面 撕得漂亮 裏面配料多 又有芫荽 又有辣椒圈 挺好 很美味 剛才我試過一件 先說一下味道 雞皮肯定是爽爽的 有少量皮下脂肪 沒有雞肉會很粗 再來 花生夠脆口 不用說 我喜歡吃手撕雞 但如果骨頭是爽的 你不需要理會骨頭 例如骨頭 我好像骨頭 這大骨頭 我不喜歡吃 不吃 不吃 慢慢配合肉 配合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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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椒 配合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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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搅拌它 是用这种蒸的 而且看上去还有少许胡椒粉 我先吃了这些 先吃鸡骨 再试试这个猪扒 这里有洋葱 洋葱配鸡就不错 我还在咬鸡肉的时候 再试试这个鸡骨 骨也有味 因为是盐焗手撕鸡 好 吃完咸 就试试甜 果汁猪扒 话说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打算叫一份牛腱 但没有货学压 而且必须要有静下菜 二话不说就决定咀鸡 这有两味 它的碟子挺漂亮的 你看上边有虾 这边有些生菜丝垫底 挺漂亮 这里下面还有洋葱 刚刚切到一口可以吃到一件 挺好的 很厉害 那些酸甜味 酸甜味 我们广东人会叫酸甜的 刚刚最开始的感觉 吃下去是脆口的 因为它在外表炸过 然后就做到酸甜的味道 最后就是肉的味道 然后就像我这样 夹着羊汤 好吃 真的挺好的 这个算得上我近期吃过 一个比较好的牛腹 酸甜 看这部粉 它肯定是会有粉的 没有粉 你怎么炸到 这一块就多粉 多粉也好吃 油炸鬼 这一块吃下去就脆脆脆了 摘下来就试一下这个 通常我会称之为炸牛奶 我曾经试过一次 因为在顺德的炸牛奶 里面还有姜茸 这个就被我放了很久 有少少脆脆的皮 少量 一样是很脆的 外面是脆的 中间是软软糯糯的 但是没有姜茸 接下来就到了这个芋头糕 家乡大盆精芋头糕 原来很硬的 不像上次我们在 兆庆吃到的那些 那么软身的 要老婆拿着的碟 我们才能够够够 这个就不算削 这个可以夸炸后 再往一块夹下去吃 agility 去大牙 这样是四分居住 如果是含雨 你刚才看到我 如果有要发斜 就会叹戏 Our dollar 刚才画那么常 有一块 以为他也会吹着 石空的 这很容易 南端是硬的 中间的部分 下面是软的 就是硬的 就是这个状态 以前的做法是这样的 不过吃了它之后 我们最怀念是少庆吃到的微豆糕 差不多这样做法 吃了三种糕 这样整个沃丁的糖粒丸 萝卜糕 萝卜糕下了水自然 萝卜糕下了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是三个里面最硬身的 但是最够味道的 我反而点了它 就决定不点白饭 就是这样的意思 再来用这个 芋头糕 有腊肠 腊肉 虾米 多料的 接下来先喝完 先喝点汤 这一口很棒 里面原来又有贵圆肉 好 我们就吃饱了 最终埋单是137元 跟以往一样 都是要打包的 原先打算留一点给女儿吃 我只有这碗汤喝光 其他都是清不清 这个肯定吃不了 原先打算叫牛肉 就是自己没有这份量 贵了 差不多价钱 因为牛肉是28元 如果要牛肉 应该比这里 还要花得多了钱 叫了这半 你又不用叫白饭了 经济实惠 尤其这个鸡 我非常非常满意 很大碟 上菜又快 这里环境又好 这里坐得又够舒服 然后上菜又快 座位又够多 其实很多附近的街坊 就过来见客 和亲戚朋友过来小聚 确实挺好的 好了 这集影片也到这里为止 因为外边差不多要下雨了 各位观众下集见 拜拜 哇 我们吃饱饱了 准备走 除非这么大雨 幸好在家里 我们现在就决定要打车回去 那我就暂点去 特什么 很软 经理 部长 工资开了 这些工资 五经理 六千五元 那应该还会有提成的 之下是三千柱 收银 三千柱 但三千柱 就是三千柱 另转 这只猫是招财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